春节廉价期间 许多机关团体在脸书贴出了贺年图向民众拜年 台铁脸书粉砖在除夕夜贴出了一张贺年图 用简易去背的列车照片搭配红色系民体标语 结果被网友骂翻 觉得这个是国小拼贴大赛特优作品 还有人说台铁美学也误点了吗 而初一台铁又贴出了另外一张比较精致的贺图 两者风格落差很大 也让网友猜测是不是小编除夕夜被抠回去加班 引发讨论 春节廉价协助旅客书运返乡的台铁 除夕夜官方在脸书上拜年 没想到引发热议 以浅蓝色为背景用简易去背方式 放上台铁logo和列车照片 搭配红色系民体标语 迎新春过兔年搭台铁最便利 旁边还有一只2023年兔子图案 天文一出一天内吸引破万人次浏览 有网友直呼这是国小拼贴大赛特优作品 还有人说这是叫公读生又小画家做的吗 更有民众开酸 台铁美学也误点 这算贺卡吗 看起来没有很明显的出来啊 可能用手机拼出来的 不知道没有预算可以请那个嘛 新春贺图没想到惹来骂声一片 台铁初一凌晨再贴出另一张贺图 这回用红色底涂搭配火车 放上Q版兔子拔红萝卜的模样 上面写着齐心协力勇于改革 两张图片风格明显落差 网友说先前那张到底是认真还是反串 这个小编一定要给红包 也有人开玩笑说 这是除信业被抠回来弄的概念吗 不只新春贺图引发讨论 台铁局长杜维在小年夜视察台铁客服中心 并首次亲自接听旅客来电 我是台铁局局长杜维 这样的举动惹来网友嘲讽 不用刻意去接或是用不通话的方式去占用一线 大过年就要作秀辛苦了 还疑似有员工说 敢来台北服务站现场做半天吗 帮一下忙是可以的 应该能解决客户的需求比较重要吧 是不会的 因为毕竟要解决嘛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还好 民众看法两极 但贴文接连引发热议 恐怕也是台铁小编们始料未及 接着来传全新国台北采访不懂 谢谢大家